记者廖雪如新竹报道,新竹县名林信南此因父亲奏事后继承七百余万元债务,拼命工作还债,曾经月入十万余元,但后来为就近照顾家人离职协期到工地打零工,却因收入不稳定加上受伤修养,一家六口顿时陷入困境,金竹北就业服务中心协助,夫妻俩重返职场,暂时舒缓经济窘境。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竹北就业服务中心表示,本身是原著名的林信南此,其父亲因因房屋买卖遭仲介欺骗,基金银行数百万元,父亲过世后他为负担家继高中美毕业就踏入职场,后来进入一家输出电缆工程公司上班,陆续考取书店地下电缆以及移动式固定式吊车等多张相关证照, 或公司器重担任副主管,经常带队走遍东南亚国家,甚至远赴阿拉伯工作。 常年不在家的生活,让恋家的林信南子相当难过,但因身上背负庞大债务,月入十万余元却大多用于还债,撑了十年才离职。 竹北就业服务中心表示,考量债务需扣脚薪丝偿还,并为究竟照顾母亲和三个孩子,林信夫妻不愿接受正值有劳健保的工作,宁愿到公底领日薪,但不稳定的收入无法支付家庭开支,不时得靠母亲的老人年金与低收入互补助。 不料雨漏偏逢连夜雨,林信南子去年底在搬运钢筋时不顺受伤,休养近两个月,一加六。 口日子过得更艰苦,连生病都得奢欠医疗费用。 竹北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刘文京说,透过转介就业服务员泛议允今年初开始与林信南子接触, 初主动连结慈善单位前往林家关怀访试,制赠物资与慰问金,并说服他接受有劳健保的工作, 搭配运用雇佣向助亲贴,成功没合到一家起重工程公司任职。 虽然没有以前的高薪,但能暂时疏解经济困境,让林信南子感到安慰, 希望一家人能够尽快回归正常生活。